我家郭生真的结婚了 您不知道啊 妈 那我当未来过什么 妈 怎么了 嫌我丢人了 你先看您说了 姑娘 忙吧 谢谢啊 行 没事没事 客气了 走了啊 谢谢你啊 姑娘 没事 阿姨走了啊 行了 妈 您别去 怎么办 把那陈丽给我去叫来 叫她干什么 我跟她合适点事 您跟她合适什么呀 你自己心里有数 妈妈 您先回家 等晚上回家 我肯定给您解释清楚 好吧 你看这是咱单位 您在这折腾 回头再影响 影响您儿子前途 那好 把新娘子 给我带回来 我对天发誓没有 绝对没有 我跟你说 李国成 我不在乎跟你断交这事 但是你得清楚我的为人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我答应别人的事 我就是上刀山下活海 我也得给他办到办好喽 要让我知道是你搞鬼啊 我 你怎么着你 你还非得逼我用 国月和楠楠发誓是吗 我再说一遍 没有 就是没有 怎么就不信呢 妈刚来厂找我了 刚走 来单位了 今儿早点回家 帮我原厂去 哎呀 没问题 买点儿老太太爱吃的带我来 套子高兴 是不是应该你买呀 李国成 要不你还是跟我回讨我们家吧 有用吗 你这不回去 我妈肯定还敢来找你 这万一再找你们家去 这不就麻烦了吗 万一 万一 你妈不让我走怎么办啊 哎呀 这事呢 算了算了 我自己想办办的 哎 对不起啊 啊 对不起 哎呀 谢谢 哎 一家人这么严肃地坐这儿 开审判大会呢 爸 他呢 家里有事 你眼里还有没有妈呀 妈 你看你急什么 你不是老希望我赶紧结婚吗 不是 结了婚您又急了 您要是不乐意 回头我跟他离离 你说接就接 说离就离 小孩子陪家家玩呢 郭胜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这事啊 办得确实挺不像话的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跟谁都不商量 不坑不哈的 就把这个婚给结了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把妈当什么了 你少这儿窜的妈活 别跟我上纲上线 肯定是你跟妈说的 对 我说的 怎么了 我说错了 没错 谁跟你说的 谁跟你说的 我听谁说的重要吗 行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单位老赵的媳妇 就是你们厂的 老赵一大清早 就跑到我那儿去 说啊 你弟弟娶了个漂亮的媳妇 这喜糖不发 喜酒也不请 这也太抠了 说得我都吃饭懵 我仔细一问 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说我回来 就不应该问问吗 应该应该 那应该那你就说说吧 你干吗瞒着我们结婚啊 谁瞒着了 我这回来要跟妈说这事 我说 你跟陈丽 是假结婚吧 不是 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 你有充当好人 帮人扛事是不是 对对 妈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这样陈丽听见 还不得急喽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你别跟我说不知道 你们是一个单位的 你说说怎么回事 快说啊 别让妈着急 知道知道 你别看她 我问你呢 那个 说说说 妈 我跟你说 国生结婚这事吧 我是知道 但是我为什么没跟您说呢 国生不让说 国生不让说 干吗不让说啊 结婚不是好事吗 是好事啊 可问题是 陈丽她爸她妈不太同意 可偏偏这陈丽又特别喜欢国生 所以呢 他们俩就先把手续给办了 国生是想 做通了她爸她妈工作之后 再告诉你 他们家还不同意啊 国生有什么不好啊 他们还不同意啊 国生是挺好的啊 可问题是 不是结过一次婚吗 又有一孩子 对吧 人陈丽呢 好歹人也是大学毕业生 黄花闺女 所以说人家里不太同意 也正常 是真的吗 是 不是假结婚啊 妈 您再说这假结婚的事 我回头真理了你 那找时间把人带回来呗 真搬过去住啊 不过怎么办啊 再不去就露馅了 我听说李国生她妈够难缠的 你这搬过去怎么住啊 没事 我相信李国生 一天两天行 那时间长了日久生晴 那就不好说了 你放心吧 我们俩都说好了 最多半年就办手续 真是替你担心 你说我装得不像可怎么办 我进去之后说了什么呀 你不用说 我来说 你不用说 我来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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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忘了啊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情况啊 我妈妈呢 她脾气稍微有点那什么 年龄大了 那她 豆腐嘴 豆腐心 你放心 豆腐心 豆腐嘴 豆腐心 没坏心眼了 我有一姐姐 一妹妹 她们就爱输 是吧 不理她了 今儿我就求你一身 给我一面 对我妈好一点 别惹她生气 别听装她 算是大点 我那姐姐妹妹 要是说得多了 该灭就灭她们 大姐夫老师 妹夫刘玄雄 你了解 该怎么对付就怎么对付 你要不行 有我吗 我还是走吧 没事 你看谁 我把我装得不像啊 没问题 行李都在那边了人 走 走 没事 走 行吗 你灯子就灯不下 灯不下 灯不下 大姐 看什么看的 周五吃饭了吧 我们看的好看才看的 废话 就是要长得不好看 我们还不爱看呢 闭嘴 吃饭 闭嘴怎么吃饭嘛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不许闹啊 陈丽 谢谢伯母 我自己来就行 多吃点 不用了伯母 我自己来行 你勸我什么 妈 来 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陈丽 陈丽 你跟郭生什么时间好上的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 吃饭了 来 喝着 陈丽 你跟郭生好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孩子吗 我 我知道 那你们俩怎么好上的 我说大姐 你有完没完 我就是问问 问啥问哪 那些吃饭行吗 这都一家人了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呀 你这么问了吗 跟吃饭似的 妈 你管不管 你这你 你上来问啥问 就是大姐 你说话得注意方式方法啊 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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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恭喜您啊 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儿媳妇 还满意吧 当然满意 这么好看 就是 来来来 祝你们白头到老啊 早生棍子 对了 陈丽 你都有孩子了 为什么不留着呀 这流产对女人身体可不好了 二姐 先吃饭成吗 要有什么问题 回头你挨个问我 我来给你回答 行了 问完问完了 我就替妈问问 妈都没问你 问什么去 对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妈想抱孙子都想奉了 我觉得奇怪 既然你们都打算结婚呢 你干吗不留着孩子 我那会儿就没打算结婚 行了 妈呀 哥 你根本不打算跟他结婚 那你就 刘晓勇 把你媳妇 行了 别说了 陈丽 那个 我们家国生过去那点事 你都已经知道了吧 嗯嗯嗯 他这个人哪 什么都好 就一点不好 情愿自己苦死累死 绝不做对不起人的事 那不是雷锋吗 我知道 我就喜欢他这点 你看看 要不我们国生娶你呢 懂事能理解人 你放心 从今以后啊 在这个家里 妈给你做主 你什么都不怕 你们俩别对眼 以后什么都不许说 嗯 多吃点 吃完了 早点休息 对 早点休息 春娇一刻之前你也 再来一次 全友说得对 陈丽啊 早点给妈生了大孙子 你要心醒 我绝不给你月亮 真好 妈 我怎么听这话熟了 喝喝你的酒 妈 你要泼就泼了去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饶他一把 你也多吃点啊 还有发现你哥真行啊 这家伙啊 一眨眼儿娶俩了 什么意思呀 啊 见不得我哥好是不是啊 我哥娶了一个 年轻漂亮的大学生 你记住了吧 我嫉妒他干吗呀 年轻漂亮怎么了 那还不易抓一大把 真是 说什么呢你啊 你是不是也想找一个 年轻漂亮的呀 不是你这没事 你动什么手啊你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在外头 哗哗草草的不老实 看我怎么收拾 哈哈哈哈 你随便收拾啊 睡觉去 你是不是跟年轻呀 你才跟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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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凉 你别在那儿睡了 你去床上睡吧 没事 我这身体 没问题 打小柔 睡地睡惯了 要不 明天打俩钉子 中间挂个帘 今天就像这样吗 好 那你就睡吧 好 谢谢啊 好 没事 晚上就不用滚倒了 嗯 要不要把这个给你当努力 不用不用 嗯 嗯 要不还软灯关上 嗯 行 我帮你啊 没事 不用 嗯 我一会儿得加班 你在家别跟我妈聊太多了 别话说多了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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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说漏 嗯 嗯 然后 CAT 让我加班点啊 正式 centres 不好意思 Calum 然后 大老师 来 来 来 我去趟菜场 好 你是贝贝吧 你几岁了 贝贝啊 妈 你妈跟你说话呢 你哑巴了啊 贝贝 我不是哑巴 她也不是我妈 我妈叫小马天 你别在意啊 那个她呀 从小被国生惯得太厉害了 人不大脾气大的要上天是吧 没事 国生也是的 连这两个礼拜都不休息 你们场缺了她就不赚了 最近车间挺忙的 再说她不是车间副主任吗 她带头加班别人不好说什么 你看看 上过大学就是不一样 陈丽啊 妈一见你就喜欢你了 我们家国生 娶了你呀 下半辈子就有福了 我没您说得那么好 什么不好啊 谁敢说你不好 我不让她进这个家门 我 不会做家务什么的 这都没什么 只要你跟国生好好过日子 踏踏实实工作 其他的都包在我身上了 再生个孩子 不过也不着急 先把身体调养好了 不差这几个月 那我去买点东西 快去吧 陈丽 妈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 伯伯来 跟陈丽妈妈上街 来看 李婶出去啊 我儿媳妇 带我逛商场 你儿媳妇这么漂亮啊 太漂亮了 李婶你儿媳妇在哪上班呀 跟国生一起 一个厂的 她是大学生 她是大学生 我们走了啊 你儿媳妇真有福气啊 真有福气 好好喜欢 我要向大家 我们来看 逛商店 你儿媳妇 我在新闻 你儿媳妇